大国周四举行第十二轮的反年改抗争 这次示威者再出奇招 闯入巴黎的LV母公司前宣泄怒火 抗议群众还在里头释放红色信号弹 向下政府应该去找亿万富豪 解决年金破产一律 他们找出选择 为资议计划的计划 有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是拿到亿亿产党 这里我们在LVMH的社会 这是Bernard Arnaud 从连改争议到弃台论 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骂到臭头 正在访中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也强调不接受大陆单方面改变台海现况 德国防长也批评马克宏的附庸说 令人遗憾 但相信法国已经修正 而因为确诊取消仿中的欧盟最高外交官 则看出原定的演讲内容 内容写虽然明白台湾被中国大陆 视为关键议题 但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 将不被接受 谈起俄乌战争 他也说若中国无法贡献 要俄国撤出乌国领土的解决方案 欧中恐怕很难恢复信赖 至于一直以来 最挺乌克兰的波兰 忍不住呛瞎 波兰总理13号 接受华府智库 大西洋理事会访问 暗奉马克宏短视经历 只会因此付出巨大地缘政治代价 他还表示如果乌克兰沦陷 中国大陆隔天可能就会立刻返台 电视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